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声同气自己人 原汁原味醉新闻 湾区醉新闻 努力同理品 湾区醉热义 生命在于运动 健康来源于养成运动的习惯 有人喜欢爬山打卡 据说最近在广东都有自己的日照金山 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女友 就发了自己在关山肚的登山打卡照 看相几乎看不出这里是广东 看相更看不出他脚下的风险 究竟这里是哪里 风险有多大 打开社交媒体搜索 属于广东人的日照金山 会发现有不少女友 在社交平台上发出来自不同角度的关山肚的照片 关山肚位于佛山三水区 和兆庆社会市交界处 因其中一处境 和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相似 而变得火热 记者跟随到行定位前往关山肚时 就发现在佛山三水区内唯一的出入口 已经被铁皮拦截 并提示该区域非游览区游人止捕 最后记者根据社交平台网友提供的定位 由小兴市四区方向进入关山肚 车往深处开 水泥道路变成泥路 但依然看到不少异地车牌车梁 和背着背包的游人 冠山肚并非正式景区 关山肚并非正式景区 通往山顶的路多数是由人踩出来的 小路两边是两米多的杂草 部分路段还会经过由山坚流下来的溪水 险象横生 但依然有不少人前来冒险 甚至有年轻人 踩电动自行车上山 只为一岛日照金山的荒庸 四区开过来大概开了一个小时 在那条路一直上 有很多杂草 抬车也好像要废 有很多人通过网络 知道这个关山肚 年轻的 年轻的反正自动时间就特别多 时间临近中午 莫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 纷纷散落在关山肚的各个角落里面 尋找着最佳拍摄角度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关山肚的最佳打卡点 能不能够看到我身后有一片石壁 每到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钟左右 太阳奚落的时候 金色的阳光会洒在石壁上 会呈现出一副令人心旷神医的景象 但是我们将尽头拉大 其实会发现整个片区 其实是在一个矿区里面 地面上是有非常多的碎石 稍不注意就容易被绊倒 关山肚除了拥有日照金山的山 还有被誉为佛山蓝眼类的湖 其中湖中的水質 经过相关部门检测 是达到了地表二类水的指标 虽然有消息指 未来该片区有计划打造成文女項目 但是当地相关部门提醒 现阶段仍未对外开放 不能够擅置进入矿区 外围已经设置了安全警示牌和防护栏 建议广大群众不要擅自进入矿区 目前的话我们的招商部门 正在积极地进行招商引资 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湾区 独居特色的生态文女项目 跟人来因不听劝阻 甚至前往网红野景点探险而危险的事件 比比皆是 2023年6月 三个信德勞友 擅自进入羽园大埔镇深山合谷 开始户外活动 被山水围困 经当地19人的首脚队伍 长达14个小时的 雨中拙逼大营救后 才脱离险境 有专业救援人员表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第27条明确规定 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大家去这个矿场 可能为了打卡 可能为了猎奇 无论什么都很危险 是存在的 我们不怕一万最怕万一 出现问题 责任归属哪个 但我们自保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矿区管理方 我们有两点建议 第一 为求自保涉及那两个区 是要做好协调 如果不是你出事 你不知道会在哪个区 出现了人在里面走来走去 既然是废弃矿区 不属于一般的旅游用途 封之余 麻烦挂多些警示牌出来 目的是保护好你自己 说了很多次 周围都是警示 你不听没办法 唯有责任自负 第二 取证 装监控摄像 设备 如果大家都是为了日照金山 大概其实我们都可以 估计到是一早一晚 才有光线 刚刚好是斜斜地 射到山顶那里 万一有人越过重重阻栏 至少有个取证 必要时救援也有帮助 而对于游客 正因为他不是旅游区 不建议大家去 风险是在于这个地方 大家留意是两个城市的交界 出事说不清 解决方法不是没有 既然大家现在对这里 都这么感兴趣 管理部门不符如 可以纯粹推周 征求大家意见 加快项目的筹建速度 搞一个正正规规的 广东版的日照金山景点出来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搞事这段时间 可以去哪里玩好呢 去过港珠澳大桥没有 去过也不要紧 南海团岛你又去过没有 港珠澳大桥旅游试运营开通 新闻发布会在珠海召开 宣布港珠澳大桥旅游试运营 将会在今年12月中旬开通 开通之后 你就可以见到南海团岛的真用 港珠澳大桥旅游试运营开通后 会增加港珠澳大桥海关监管区 口岸限定区域的旅游功能 居时港澳和内地居民 会可以经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发 参团游览大桥 现在大桥旅游查验监管及配套设施建设 已经完成旅游安全综合管理机制已完善 港珠大桥旅游试运营具备开通条件 相关负责人介绍 港珠澳大桥游全程游览时间约140分钟 旅游线路限定为珠海公路口岸出发 往返南海团岛 查验完成整团进入口岸限定区域 乘坐旅游专线巴士前往南海团岛进行参观游览 车辆途中及展示厅提供讲解服务约110分钟 游览结束游客整团乘坐旅游专线巴士 返回大桥旅游检查厅后离开 途中提供讲解服务约30分钟 游览风帆造型的九州桥 海豚造型的江海桥 中国节造型的青州桥 还可能偶遇海上嬉戏的中华白海豚 游客停留的南海豚岛采用豪碑造型 吸收了领南齐路的元素 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公清水混凝土建筑群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广州澳大桥及南海豚岛位置架位得数 位于粤港澳三地口岸之间 属于口岸限定区域 所以大桥旅游不属于出境游 游客需整团、沿路、按时返回旅游检查厅 游览结束后 如需前往香港、澳门 虽经口岸通班大厅按程序办理出入境手续 在市域营阶段大桥旅游对两类人员开放 一是持有有效居民身份证的内地居民 二是已经入境内地 而且持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 港澳居民 游客参团进入狂信任区域时 需要随身携带上述规定证件已被检查 市运营期间 根据查验单位的监管要求 旅游活动采用月约组团、团进、团出的管理模式 符合上述条件的游客 可以根据珠海公路口岸、人工岛道路及建筑设置的标式标牌指引 自行前往港珠澳大桥旅游检查厅集合 集合完不后 游客按同一班次车辆編团 整团在旅游检查厅办理取票验证手续 查验完成后 整团进入口岸限定区域 乘坐旅游专线巴士前往南海豚岛进行参观游覽 对了 目前已知就是这么多 至于你说南海豚岛美成点 里面还有什么玩意 可以看到多少海豚呢 我们都在等12月中开通 广州白文区人祸镇南方邨 有一名患有老年痴癌症的72岁老人 外出之后不见了 家属没有放弃到到处去找老人 直到第10天才在荒野树林当中发现他 找到好 同时我们也有疑问 失踪的9天老人经历了什么呢 老人家吃完饭外出 然后到晚上10点还没有回家 家属就发现已经不是平时回家的时间 所以就怀疑可能丢失了 11月15日晚 老人的儿子梁先生和家人在村外寻找 同时报警求助 环境随后也在监控中有了新发言 15日凌晨 老人家从村内走出以后 往白云五线方向的一处高架桥底下走去 最后消失在刘溪河附近的一处荒野树林中 民警愚获自保 立即通知南天救援队协作 然后我们伸着这个线索 然后从老人家丢失这个位置 再展开地毯去搜索 然后分散区域的时候 有一个队员往里面走的时候 刚好他观察比较细致 然后呢看到这个疑似老人家携带的物饼 然后呢在往里面全部走的时候 就看到老人家躺在地面上了 你看我刚才说了 我说这这左边一定要排 发现老人的时候呢 他是呈握肢的 然后有意思 那个生命体征是比较正常的 然后我们进行迅速的一个减伤 发现老人没有出血 没有骨折 生命体征是正常的 昨晚下午3点 120救护车赶到现场 将其接回医院 目前老人家身体已经没有大外 据了解 梁先生的妈妈今年72岁 有老年痴癌症 之前曾经有几次走失 都在本村找回 今天上午 记者重返那片树林 在老人当时躺下的树下 还有空的抗泉水瓶 吃剩的饼干包装袋 和一个未开封的月饼 在这棵树旁边 两米以外就是一条水溝 由走失到找回的这9天里 老人家独自经历了什么呢 他离开他的居住地 应该大概是1500米左右 1500米左右 然后这几天 他都是在游荡状态 中间可能通过路人 或者是通过他自己食荒 在路上 可能获得了一些 提供他身体能量的食物 所以他能够支撑到9天的时间 这也是一个奇迹 我们所说的俗称的老人痴癌症 就是阿尔茨海默症 是无法治愈和不可抑 即是只要患者会走动 他就会走失 对待患者 家属未必可以时时陪着在身边 更加不可限制他的行动 但可以帮患者配戴GPS定位装置 家属联络信息牌等等 万一走失 找也容易一些 关于疾病 最近还有另一个更热的议题 资源体肺炎患者很多 这段时间由于多种呼吸道 传染疾病多发 各大电商平台就相计上线了相关肺炎资源体自测试制盒 于是不少家长都落蛋了 打算帮自己小孩测试一下 是的 究竟这些测试盒首先准不准 那测试到又怎样呢 记者浏览各大电商平台发现 肺炎资源体自测试制盒 售价由十几到五十几不等 有些自测试制盒 销量显示超数万份 一些声称可以测出甲流、月流、资源体肺炎等 三测、五测的试制盒甚至缺货 不过再看评价 中测评也有不少 主要是质疑他的有效性 而在线下 我们去素家药房询问过 对方都表示 暂未有类似的自测试制盒销售 而市民对试制盒的态度亦有所不同 我觉得不靠谱 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 或者是做出来之后应该怎么办 就算测出来假流怎么办 还是要来医院 是不是 所以说我觉得测那个没什么意思 应该会有点用吧 可以有一个参考的意义 是这样 这些试制盒实际效果如何呢 据介绍 目前在电商平台上 售买的肺炎资源体检测盒 其中大部分都要通过事行彩血进行检测 有医生表示 检测结果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但非专业人士使用时 可能有很多因素导致结果偏差 每一个世界它检测的话 和你环境和你取的部位都有关系 这是有误差的话 毕竟是非专业人员取的话 它肯定有误差 相对误差要大一点 另外医生强调 资源体肺炎等感染 其症状和感冒相似 相对来说会更加严重一点 不过抗原检测敏感度较低 抗体检测对资源体感染的 诊断准确性也不够高 所以可能导致疾病早期出现假阴性 恢复期出现假阳性 所以要明确诊断 更需要医生结合抽血时机 滴度变化等来综合判断 那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不管您自测的结果是阳性还是阴性 那您在家自行服药之后 高烧仍超过三天 或者说出现呼吸困难 喘气等症状 那就一定要尽快地就医 检测盒是有用 但作用其实可能并不大 大家无非通过检测 发现阳性肯定要去医院 那么阴性 可能有一部分家长会选择 给个小孩吃着感冒药顶住先 不想他错过那些课事 另外一部分人都会选去医院 因为不确定 亦不敢自己断证 及时去医院的 他捱完那条很长的队 至少他得到对症治疗 风险出现 没有及时就医的人群当中 你敢不敢冒这个险的问题 那当然去看 条队长一点也是这样 澳门最近也有很多好消息 澳门大型灯光秀2023年 幻彩耀豪江从12月2日开始举办 到明年2月25日结束 比上一年延长多了一个月 同时将会以炊灿游乐场作为主题 就是希望通过灯光互动等方式 可以打造出一个可以陪着大家过节的夜间游乐场 非常好消息 2023幻彩耀豪江会覆盖澳门7个区 分别围绕花影纷纷 环游星河 潮玩妈阁等主题 涉至36个灯光装置 20个互动装置 以及3个光雕表演地点 其中灯光和互动装置 会分阶段 自立在澳门多个社区的不同角落 介绍会在晚上7点到10点开放 为市民游客夜想澳门在庆 今次为期差不多3个月的夜间活动 是横跨了多个重要的节兴 将会和我们的居民和游客 一起度过我们的回归纪念日 冬至聖诞节 垂直 元旦 农历新年 甚至是情人节和元宵佳节等等 另外 澳门今年亦集思广益 联合武汉首尔等多个城市 展现跨领域创意合作的魅力 武汉方面我们做了一个公开的 征集了不同的3D光雕表演作品 是会分别在路环姓方制国堂 和毯仔的消防局前地去展示 同时我们邀请了另一个设计之都 就是韩国首尔光雕表演团队 为我们在澳门科学馆前地 制作精彩的一个光雕表演 今次活动总预算高达3,930万澳门人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 期望品牌盛事 可以吸引更多旅客 深入不同社区体验和消费 为及中小商户生意 讲的时间是12月2日 其实是12月的第一个周末 2月25日是明年农历正月16日 虽然总预算好像很高 但是因为他这段时间里覆盖的节日够多 将那么多重要节日连在一条线里 集体来推广 反而批发就省到钱 马上12月份 今年其实挺特别的 復常的一年 大家其实都是在文旅上发力 但是真的要赞一下澳门 文旅宣传策划几乎未停过 刚才大赛车完了 现在又有灯光秀 这些叫做极致操作 而香港方面 现在最新的操作 要操作的就是要尽快处理非洲猪瘟 确保猪脊的健康 香港元朗楼浮山 不够一个月时间 是由两个猪场的猪 驗出了感染非洲猪瘟 香港渔户处就说 目前是没有证据显示 两者有流行病学关联 是不是好消息就不知道 但对猪肉价格 可能多少有点影响 最新验出有非洲猪瘟之后 有助保护医的人员 进入这个位于 香港楼浮山的猪场内 香港渔户处星期四指 抽验场内62只猪 发现当中至少5只 对非洲猪瘟呈阳性反应 今日内会销毁全部1900多只猪 翻查资料 楼浮山另一个猪场 月初亦都有猪验出非洲猪瘟 场内5000多只猪 在今个星期二已经被销毁 猪方强调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两者有流行病学关联 为防非洲猪瘟入侵香港本地猪场 已经提醒本地猪农 必须严格执行生物保安措施 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言指 楼浮山一带大约有6个猪场 对于暂时有两个出事 他认为有其他环境因素导致 当区也是一个郊区 野猪的出没也是经常出现的 所以如果野猪染有非洲猪瘟 它都是一个煤界 走去其他猪场周围 去散播这种病毒 又在北角街市的猪肉档子 生意没有受事件影响 不过也有市民表示担心 何俊言又指 香港活猪供应主要离自内地 而今次涉及非洲猪瘟 猪场的猪所占整体供应少于一成 从整体香港的猪肉价格来看 理论上就不应该会有很大的波幅 可能会有个别的档口 是因为上海本地的活猪 受到一些供应上的影响 香港渔户处强调 非洲猪瘟不会传染给人类 猪肉煮熟后可以放心食用 市民无需担心 猪瘟是有疫苗 但非洲猪瘟没有 感染了的猪脂是无药可依 是百分百死亡 只能够撲杀控制感染范围 它对人是无影响 通常60度高温 在10分钟时间就可以杀死这种病毒 就算是这样 这些猪肉都不会放在正规市场上售卖 在内地曾经有城市是发现过非洲猪瘟 结果出现了超市排长龙 街市无人抠的景象 今次非洲猪瘟在香港 最佳选择有 只有一个 及早发言 尽早撲杀 每个年代的小学生都有不同的社交顶流 碰碰交友手表已经过市 盲盒联名文具也在退潮 据说现在 只要拿着各种看上去 那些细节又有少少不同的奥特曼卡片 才可以进入这个社交圈 在这个相信光的圈子 他们还相信这些卡片的通货价值 无论迪价还是泰价值钱 为何同学会入坑不淺 视频中 一本猴猴的卡财 就是现在蜂魔小学圈的奥特曼卡财 可谓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这是澳洲门卡片 这个我小时候玩过 等级差不多的话就直接换 这个别人换卡片 你先玩的蜂不蜂 会不会在学校来 现在学校来会怎么玩呢 蜂蜂 就先玩 快翻了就拿走 有很多人玩的 很多 很多紫卡 我自己也没送过的卡 都会送 不想送 採访中 很多小学生告诉记者 卡片的玩法多种多样 可以相互交换 多张低价的可以换一张高价的卡 或者直接对战赢卡 但只有贵的卡包才能开出豪卡 所以想赢对手 就要不断买更贵的卡包 记者就访了维州市区 多家学校附近小卖部和文具店 有部分店铺 会在门口显眼住 摆放着大大小小 几十盒卡包 卡片内容不单有奥特曼 还有很多动漫游戏主题 价格由一元到五十元不等 有两块五块一块十块三十块 各种价格都有 那有什么区别呢 你贵卡不一样 对卡 有什么不一样啊 就高级点跟低级点的区别 小朋友懂 现在买的人多不多呀这种 三十的呀 对呀 没那么平凡 那一二块的比较多人买 三十的比较少 不过三十的就有钱的小朋友就买了 因为里面有好卡的几率大 也有那种一盒装的 礼盒装的一盒多少钱啊 看什么礼盒呢 有一些几百块的都有 每个年代都有杂卡热 现在卷土重来 玩法亦更新迭代 以奥特曼卡为例 不同系列的卡包包含不同形态 不同时期的奥特曼或者怪兽 一个卡包可以开出八张卡 开出来的卡又分为二十三个不同的稀有等级 同等级的卡又分横卡、剧情卡、半闪卡等等 这些是未知的惊喜和挑战 推进了小朋友的收藏欲 只不过现时买卡的成本 比起二十年前大得多 引发家长担忧 亦有家长认为 识度的爱好不应该一到前 人时这样子当做一个爱好来收集的话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拿到学校去的话 影响上课我就觉得不是特别好 因为每个人都有兴趣爱好嘛 那你如果是说收集了像 比如说有人喜欢寄邮票啊 寄那些什么之类的 他小孩子的话就可能相当于 就是这些寄一些邮票这样子 但是如果是很疯狂很疯狂 就是甚至拿一些零用钱啊 这样子大进而去购买的话 就不给予支持了 就要就合理 合理就是合理的安排 然后就是说金钱的合理还有时间的合理 本质都是盲盒 最后这位家长他是一个开明的家长 倒不如梭 玩卡片的关键是管理 物欲的管理 时间的管理 以前那些什么卡通闪卡 球星卡又是这样 圈子文化影响底下 他总是会有各种离奇的火爆 因为潮流是一个圈 转圆一圈 游一圈 好 最后我们携手共进 玩他快信 广州警方昨晚发布通报 2023年11月23日晚上10点多 江某女儿30岁 在广州地铁体育西路站进站时 未按照人过安检门 密过安检机的安全检查要求 不顾安检人员勸阻 首提行李强行入站 期间对追随劝阻附警辱骂掌刮 并辱骂后续到场处置民警 目前江某被公安机关 依法作出行政拘留10日 并罚款的处罰 廣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廣东省进一步提振和抗大消费药干措施 其中提出优化汽车购买使用管理 各地区不得新增汽车闲购措施 广州深圳进一步放宽小汽车购买指标申请资格 2023年广州增加5万个计划外 智能燃油车增量指标配项 今朝第十二届瑞港澳庸青年技能竞赛 在广州南沙开赛 以至广州、香港、澳门、成都四个城市 67位青年技能精英同场竞技 今次竞赛共设有五个竞赛项目 包括移动机器人、时装技术和网络安全等 据了解,自1999年赛事创设以来 主办方由瑞港两地变为四地 好了,今晚讲到这里,明晚继续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